凌晨三点钟 两名男子在加油站内 你一言我一语 火气都好大 他每次啊 他每次啊就那个都 就那个 他都好几点 我走的 没有赢 现在要来加油 你这样就跟我打 跟我说起来 没啦 我听他说他还没说你 他一句都还没说出来的 直接两人开始互相指控 而冲突起因 居然只是为了加油 事发就来新北市三重 13号凌晨三点多 在市场上班的阿伯 一个小时内 连续到同一家加油站内加油 而且一次都只加十几块 让加油站员工觉得不满 认为对方根本是来找茬 这才气得动手 而加油站的员工 不只打坏了阿伯的机车龙头 仪表板还把他的胸口 和肩膀打到受伤 也让被害人 气得提告毁损伤害罪 虽然双方事后达成和解 不过这名员工 也被调离到其他单位